这是一个挑战 这张桌子上摆着是240片用3D打印出来的立体拼图 它们拼好之后会是一个直径为20厘米的微缩月球模型 非常的漂亮 当然这个模型不是我设计的 它是我花了差不多90块钱从Carts网站上下载的 零件一共分了4块板子 除了第4块小一些 其余3块每块大约都有20厘米宽和长 由于细节还原的非常逼真 所以打印起来真的就很慢了 这次我用的是竹子X1来打印的 材料使用的是灰色的PLA 打印时间相当长 即使是像竹子这样的速度怪兽 每一块依然花了我接近17-18个小时 所以玩3D打印真的是挺考验耐心的 我发现自己玩了3D打印之后最大的变化 居然是对快递的运输时效不那么在意了 以前是刚下单就想要急迫的收到 等到第二天就有点不耐烦了 但是现在就很佛系了 什么时候能送到那就什么时候送到呗 不着急 你看3D打印其实好处还是真的很多 那今天我就一边拼这个立体拼图 一边就正好借着它 来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3D打印的相关知识了 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 下面留言的朋友不少 于是我就总结了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内容 今天咱们就来聊这几样 第一来谈谈耗材 3D打印 当然我指的是荣荣成绩 3D打印一下都是这么默认的 都会用到哪些常用的耗材 它们都有哪些特点 它们适合用在什么地方 它们的价格贵吗 等等等等 第二谈谈3D文件 什么样的3D文件可以用来打印呢 这些3D文件在哪下载 下载好了之后如何处理 如果我自己想要来自己做一个3D文件 该怎么开始呢 等等 第三也是今天内容的最后 我想跟大家再聊聊 这3D打印的精度到底如何 哪些东西适合用3D打印 哪些东西又不太适合呢 另外有哪些方法 可以让打印精度变得更高呢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先说耗材 你看我手上的这些立体月球拼图的零件 是用一种叫做PLA 聚乳酸的材料打印出来的 其实PLA可以说是用途最广 价格最便宜 对新手最友好 对环境也最友好的一种3D打印材料了 不瞒你说 我从2018年开始接触3D打印 这几年下来至少消耗了几百公斤的耗材 但是其中99%都是PLA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便宜好用也够用 PLA的主要成分其实是淀粉 所以其原料的来源也就是富含淀粉的玉米 甘蔗土豆甜菜之类的天然作物 环保自不必说是完全可以降解的 而且使用它还可以带来另外一个好处 在打印过程中 你闻到的会是一种淡淡的香甜的气味 可以唤起你很多美好的记忆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为什么说它是对新手最友好的呢 因为它的打印温度低 不容易堵塞喷头 完全不调机器 直接装上用默认设置就能打印的很好了 而且选择范围还特别的广 各种品牌 各种颜色 各种光泽度都相当丰富 你总是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 于是使用PLA材料 在初期给你的成就感就很强 可以帮助你走得更远 我强烈推荐你一开始只使用PLA 直到当你真正弄明白3D打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之后 再去尝试别的材料 另外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我刚才讲了 PLA的生产厂价特别的多 所以价格范围其实是蛮广的 拿一卷一公斤重的 直径为1.75毫米最常用的卷材来举例 我买过的最便宜的大约是在50元左右 最贵的也没有超过100元 它们之间的质量差别其实并不是太大 我只能说贵的PLA线材稳定性会更好 更不容易在打印的过程中出现缠绕 断裂之类的问题 会稍微比便宜的使用起来更安心一些 当然更多的其实是心理安慰 假如你买的是贵的PLA材料 100块钱一卷的 你能玩得起吗 我给大家看看 你看我这卷竹子的灰色卷材 到现在还剩了差不多400克 那之前的600克都打印了些什么呢 这辆路湖卫士的模型车 然后就是这240片月球拼图了 这辆车大概重七八十克 所以月球拼图就重520克 算下来正好就是52块钱 52块钱买一堆能拼成一个直径20厘米的立体拼图 你觉得贵吗 注意啊 你当然也是可以选择使用50块钱一卷的材料来打印的嘛 那价格就是26元了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玩得起的 当然我们即使不算机器的损耗 但是在打印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样是需要消耗的 那就是电费了 竹子差异的最大功率是1000瓦 但是打印PLA肯定是用不上满功率的 因为它既不用很高的喷头温度 也不用加热底床 机箱的风扇呢也基本上是不赚的 那么我就这样粗估一下吧 就算它用到了600瓦的功率吧 整个打印过程加起来的时间 用了差不多70个小时 我工作室的电费是七毛一度 所以打印这堆月球拼图的电费就是 70乘以0.6乘以0.7 等于29块4 算30块钱吧 总成本呢就在80到90块之间 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 好这下呢 我觉得已经是把PLA讲的差不多挺全的了 也讲了挺久啊 总之推荐你大量使用它 除了两种情况 一种是需要在高温下使用的东西 另外一种呢 是对强度要求很高的工程零件 它们就要使用一些别的材料了 比如ABS PC 尼龙等等 相比而言 它们对打印机的要求和对打印设置的要求 就要比PLA高了 当然价格也高啊 我在买竹子之前 其实这三种材料都是没有用过的 因为一 99.9%的情况我用PLA就够了 二 我之前的机器打ABS和PC应该还勉强 但是尼龙肯定是打不了的 它对喷头的温度 硬度 底床的温度和机箱的温度要求都是很高的 另外还有一样 我准备放在后面来特别的讲 第三呢 是这几种材料在打印的时候呢 都会释放出不那么舒服的气味了 我之前的工作室很小 根本就散不掉 所以干脆就没有尝试 当然相比起这些不利因素 它们的优点就在于 更耐热 更耐冲击 更耐腐蚀 拥有更高的强度等等 这里有一张常见3D打印材料的性能表 箭头方向代表性能从弱到强 而性能则分为了 异于打印 外观质量 耐压程度 耐拉程度 抗冲击性 层间附着力和耐热程度 你看ABS和PC在耐热 耐冲击 耐压方面表现的都很优秀 迷龙除了耐热低一点 其他也都基本上在中上水平 当然你肯定也看出来了 它们三个在一打印杏上呢 都是属于垫底的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啊 出于好奇心 你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但是请一定要做好翻车的心理准备 然后试过之后呢 就能不用就不用 除非你是工程师 就是要天天面对那些具有挑战的环境了 另外再补充一下 用这些高性能材料之前 也需要跟你的钱包商量一下 拿我买的ABS和碳纤维尼龙举例 前者一公斤至少也要100左右 后者一公斤只要超过500元了 比PLA用起来就要肉疼多了 另外还有两种材料我也用过 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一种就是具有透明色的PETG 和能打印出橡胶质感的TPU了 PETG其实可以被看成是 PLA的高性能替代品 它的打印难度 性能和价格都只是略高于PLA 所以新手也是可以尝试的 我之所以不爱用它呢 一是它没有PLA那种芬芳的气味 二是它既然没有比PLA强多少 我干嘛非要用它呢 而我之所以一定要用它 只是因为它有透明色 可以打印出一些比较透明的零件 比如我的这盏4接菲尼尔透镜灯塔光源了 上面这些菲尼尔透镜 当然透镜是打引号的啊 就是用透明PETG打印出来的 你看得出来啊 它们基本上都变得完全不透明了 这个跟打印设置有很大的关系 我之前在用它的时候呢 完全就没有做研究 所以当时是挺失望的啊 直到后来看了一篇文章 里面详细的讲到了 如何让透明PETG 打出真正比较透明的零件 只是相对来说步骤比较复杂 我暂时还没有时间去尝试吧 不过大家放心啊 我后面一定会做的啊 到时候再跟你汇报 另外这恰好也说明了 我一直都在强调的一点 入坑呢 要先选简单的坑入 否则积极性都被搞没了 最后我们再简单说说TPU啊 这个材料是挺有意思的啊 是个柔性材料 打出来是那种软软的质感 很适合用来做模型车的轮胎 或者呢 像是装在我设计的这款 拼装电报机的四角 作为卡位和防撞的零件了 当然有人还会用它来做手机壳 还有另外很多需要用到 软性材料的地方 的确是大大的扩展了 3D打印的想象力啊 但是这种材料不便宜 价格是PLA的好几倍 而且这种材料呢 也非常不容易打印 既挑打印机 也挑打印的设置 这种材料呢 还不容易保存 它对环境的湿度 是相当敏感的 所以一句话总结 就是等你先把PLA完溜了 再来挑战它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 第二个讨论的话题了 3D文件 什么样的3D文件格式能够被3D打印机识别呢 如果是从机器的层面来说呢 它是一个叫做Gcode的文件 它又被叫做切片文件 说白了 这个文件里面包含的信息啊 就是告诉3D打印机的工具头 从哪开始画 用什么样的温度画 沿着什么样的路径画 最后画到哪 等等等等 就是它的一本操作指南 那好 这个切片文件又是拿什么来切的呢 就是拿电脑里面的3D模型文件了 一般是一个叫做STL格式的文件 它呢 又是来自于各种3D建模软件 所输出的一种格式啦 所以本质上 如果你拥有最初始的3D模型文件 你就能用相应的建模软件 把它输出成STL文件 再用切片软件 将其制作成Gcode文件 放到打印机上打印了 我的这个流程呢 一般是用Fusion360来建模 并将模型输出成STL文件 再用Cura来切片 最后制作成Gcode文件 那么你的第一步呢 也可以是用其他的3D文件啊 比如玛雅啊 犀牛等等来自己建模 或者干脆就是找现成的STL文件嘛 网上这方面的资源其实是蛮多的啊 所以我的做法一般都是 如果想到一样东西 就先在网上看看 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资源了 如果没有才会自己建模的 所以怎么搜索 在哪搜索就显得比较关键了 先说用搜索引擎的 首先你得要知道 你想找的这样东西的准确的英文名 然后呢 再在这个英文名后面 加上3D Print 或者3D Printing 或者3D Printed 这样的关键词 然后看结果吧 有还免费 那就非常恭喜你了 有需要付费 不太贵的话 也恭喜你 没有 那说明你想要的这样东西呢 很特殊 是适合你自己的 当然还是要恭喜你 又可以逼着自己进步了 另外说明一点啊 这种搜出来的模型呢 基本上都是STL格式的 意味着你无法对原始的模型 做出更改 自由度就比较低了 好 除了使用搜索引擎 当然还有一些专门的 3D打印资源的网站了 国内的我不太清楚 跟大家介绍两个国外的网站 一个叫做singivers.com 另外一个呢 叫做cots.com 上面的好东西有很多啊 我都会定期浏览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鲜好玩的东西的 当然上面的好东西呢 通常也是要付费的啊 不过要是你也有好东西 也是能够挂在上面卖的嘛 比如我就挂了这架 酒桶飞机的模型 虽然暂时还没有卖出去 但是也有一定的浏览量了 相信以后也是能够卖出去的 它也许做不了你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是呢是鼓励你前进的一份动力嘛 当然3D打印最有吸引力的 也是最具有挑战的地方就在于 自己建模了 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个3D建模师的话 不算啊 我指的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那么3D建模学起来它难吗 我的答案是不难 关键是要在做中学 我推荐大家使用Autodesk出屏的Fusion360 理由是它有完美的中文版 它的界面颜值很高 它的上手难度很低 它能跟3D打印机无缝衔接 它能通过云端访问等等等等 我在玩3D打印机之前是没有学过建模的 所以买下第一台3D打印机之后呢 用的是它附赠的一款国产傻瓜式的3D建模软件 然后就跟着它的说明书做了第一批的模型 虽然简单的不得了 但是呢已经能够满足我当时的需求了 为我自己设计的STEM课程打印了一些课件 比如一个试管的支撑架 一个装盐水电池的插槽等等 就是需要用到什么功能呢 才去学习软件里面的这个相应的功能 这样一点一点呢 就把成就感给积累了起来 而等过了一段时间 我对3D打印和3D建模有了更高的认识之后呢 才发现这款傻瓜软件已经不够用了 于是就升级到了Fusion360 这个就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因为Fusion360是工业级的软件 但是由于我已经掌握了需要什么 学习什么的逻辑 所以这款软件的上手呢 也就不是那么的难了 我自己设计的很多东西呢 其实只需要用到Fusion360里面 几个最简单的特定工具而已 比方说矩形工具 圆柱工具 放样 旋转 镜像 拉伸 切割等等 当想要做更复杂的模型时 再去考虑它需要用到哪个工具 然后再上网 再看帮助文档 去找那款工具的操作说明 照着它一遍一遍的试就好了 最后总归是能够琢磨出来的 我觉得咱们现在学习东西 和在学校里面学东西呢 完全就是两码事 我现在只学对我目前的工作有用的那一部分 而不再追求大而全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态度 我自己是相当受用的 好 当然软件使用方面其实还有很多要讲的 我也的确是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 后面呢 我会整理出来再慢慢跟大家交流 这部分内容就先讲到这儿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3D打印机的精度问题了 这个就要见仁见智了 首先融融成机造型出来的模型 不管你用的是多便宜还是多贵的机器 都是能够在模型表面看到纹理的 它叫做成纹 好机器和插机器的区别 只在于成纹有多明显 比如竹子的成纹 的确是要比这另外两台的成纹要浅一些 当然这是你在不经过仔细调整后的结果 所以第一点就是 你要能够接受3D打印的缺陷才行 你要知道这玩意打印出来的东西 它不是完美的 你要把它看成是半个手工品就对了 当然3D打印的精度 除了硬件不同带来的不同 很大程度上跟你的打印设置 打印环境和材料储存都是有关系的 打印设置全靠经验 这里我就不再展开了 后面我们再细谈 但它跟你的打印层高 打印温度 喷头流量 喷头速度等等 很多因素都是有关系的 为了找到一台机器针对 一种材料的最佳精度 你需要进行很多测试才行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说简单的 显而易见的 很容易就改变的因素 打印环境和材料的储存环境了 就一个字 要干 3D打印材料 无一例外从PLA到尼龙都怕湿 尤其是尼龙TPU了 材料吸湿之后 打印出来的零件表面就相当的惨不忍睹了 比如我给你看这两个 用碳纤维尼龙打印出来的咖啡绿杯底座 一个是放了很长时间没有经过干燥的 一个是在烘箱里面干燥了大约8小时 你看它们的表面 潮湿材料打印出来的会有很多冒出来的线头 而较为干燥的材料打印出来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多余部分就少了很多了 有效的减少了你后期需要处理的时间了 说实话 这个干燥的还不够 至少还应该在红箱里面放上几个小时才行 而PLA虽然不像尼龙那么怕湿 但是在开放的环境里面放久了之后 还是会影响打印质量的 最明显的就是拉丝了 如果你发现打印出来的东西上面有很多的拉丝的话 就说明材料受潮了 另外一个受潮的表现是线材容易断裂 所以咱们怎么快速的提高打印质量呢 第一就是不管打印的时候还是储存的时候 都要对材料进行防潮处理 尽量把它们放进带有防潮剂的密闭容器里面 第二 要么你就像我这样买一台烘箱吧 因为再怎么防潮呢 也是很难振振长时间的防得住的 如果材料最后还是受潮了 那就烘它几个小时 精细的表面就又回来了 这样的烘箱也不算贵 小几百块钱就能够搞定 考虑到那些爱售潮的高价的耗材 这笔投资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对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基于融融成绩 它固有的打印精度 所以我并不太推荐 大家去打印过分精细 或者说过分小巧的这些零件 那像这样的零件可以怎么打印呢 它可以用光固化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好了 今天聊了很多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你看我的立体拼图也是差不多要平板了 咱们就此打珠宝 照例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给我留言 只要是我能够解答的 我都会把它做成视频 呈现给大家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了